你可以试试活动教训 他们就搞了个沙盘 秦秦围绕着沙盘来教王子正 这样的方式果然有效 王子正也听得不亦乐乎 说到七国最惨的一次战争时 秦秦有些伤感 因为他的王夫是秦国副将 婚前还为洞房救战死沙场 难怪父王称你为寡夫 秦秦因此也反对各国互相攻伐 但他更清楚不打仗是不现实的 因为各国都想着统一大业 他认为相对于六国 匈奴才是最大的祸患 若让他们越过边界就会任意掳掠 所以秦燕照都筑起长城以防匈奴 但河套地区有个缺口 若是将来有机会统一六国 再次缺口加住长城 那就可以防范匈奴入侵 王子正觉得这堂课上的很有意思 对秦秦也很是崇拜 虽然父王没有封你为太傅 但是正而已决定称你为太傅 大王看王子正也学得差不多了 就想要考考他的历史课 大王提的几个问题 王子正都对答如流 在回答长平之战的问题后 坐在一旁的吕不韦直呼答得好 王子正不但聪明伶俐 更加有深远的谋略 实在是国君之才啊 大王貌似心中已有了太子人选 准备在明日早朝策封 吕不韦和朱姬相识一笑 本王考核过两位王子 决定立王子正为太子 承交说明间相传 王子正乃是吕不韦之子 谨知一派胡言 且看下集 向少龙用滴血认清 能否解除这次危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